歡迎來到IT HANDY GUIDE TUTORIAL 我是Kevin 在這個TUTORIAL我們要來 Preview File Open File 還有 Side-by-Side 這些其實就是跟一些視窗有關的 剛才在我們的這個TUTORIAL 我忘記做了一件事情 剛才我們不是 Open好幾個 Integrate 你每次 Open 之後 它就會 Open 一個新的 我忘記把它關掉 所以你要透過這樣一個方式把這些視窗關掉 我們就補充一下三個 沒有講的 我們這邊就來討論一下 有關於 Preview File 的部分 這邊你要先跟你講一下 它其實有兩個模式 如果你要 你點一下 它就會是 Preview File 那 Preview File 的這個答案的名稱 它是協體字 那接下來你再點下一個的話 它也是協體字 它會一直去取代 就比如說我現在點 Style.css 然後當然是我現在點這個 App.css 然後這個 這個呢就會去取代上一個 上一個檔案 等於說 你這個就是所謂的 Preview File 那 如果你今天想要真實的把它打開來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 點兩下 然後 點兩下 然後點兩下 那要點兩下呢 它才可以把它真實的打開 就是 Preview File 跟 Open File 的差別 那如果說 你今天你想要點一下就可以 就是你不想要有 Preview File 這樣的一個功能的話 是可以設定的 那怎麼設定呢 那設定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要去 Setting 然後你在 Setting 這邊呢 你要在這個地方 你要打的是 你就直接打 Preview 就好 其實 PRE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東西要做 Enable Preview Enable Preview 那這個 Enable Preview 呢 預設是打勾的 如果你今天沒有打勾的話 它會發生什麼事 它就是 你點一下 它就直接打開了 你點第二下 你要在這邊啊 這邊 這個 Enable Preview 之後呢 你要稍微儲存一下 就把它關掉一下 好 然後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 點一下按鍵 它就打開了 為什麼沒有 我再看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 Enable Preview PRE VIEW 對啊 就它 這個 錯了 對不起 這個是 Editor Rename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 這個 WordBench的這一個 所以 不好意思 我還是把它重新打勾一下 OK 我要的是另外一個 叫做 這裡 這個叫做 WordBench Editor Enable Preview 這一個 那我要把這個東西 不要打勾 預設是打勾的 那我把這個不要打勾之後呢 那接下來我才可以怎麼樣呢 我才可以點一下 它就會打開 好 點一下就會打開 等於說 就沒有 Preview 這個功能了 這樣子 好 那我再把它改回來 所以我剛才不小心改錯 好 然後那我就再把它 再打這個 好 Preview 然後這邊有個叫做 Ad的 喔 WordBench的這個才對喔 這把它打開來 我再把它改回原來的樣子 那 這時候呢 我再重新點一次 我的 Preview 回來了 好 那這就是 預設的狀況 那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呃 Side by Side Side by Side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 你可以把 兩個答案的同時打開來 然後在旁邊這樣子 然後那這兩個答案同時打開來 在旁邊呢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好 比如說 我今天想要比較 這個 CSS 跟這個 HTML 然後我先把它關上 然後把這個 這個 CSS 我可以把它搬到 右手邊來 這樣子 它就會打開Side by Side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打我的 HTML 順便查一下我的 style 就是 CSS 長什麼樣子 好 然後那有關於這些東西呢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這裡 然後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去打開不同的 bar 就這樣 這個在上個 video有講過 OK 好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